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一集节目说到 毛泽东试图在原本1966年召开的中共九大厂 通过全党大会的合法斗争打倒刘少奇 而且有苏联的先例 毛泽东费了很大的心思搞批判海瑞罢官 就是要为这个合法夺权计划制造舆论的第一步起 毛泽东试图在中共九大依靠基层党员的支持 合法夺掉刘少奇的权 这个方案的关键就是发动和动员基层党员支持毛泽东 要发动动员基层党员的第一步就是要制造舆论 而制造舆论的核心就是营造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正当性 以及给刘少奇涂上反动的色彩 现在毛泽东要向基层干部和一般民众宣传这样一个概念 你们为什么要拥护我 因为我毛泽东是代表你们这些广大工人农民利益的 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刘少奇 是因为他刘少奇是代表少数资本家和官僚阶层利益的 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阻止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 复辟救资会让你们重新吃二变苦受二查罪 毛泽东单单宣传这么一个概念还不够 还得有证据来证明刘少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就想到把刘少奇在农村搞三字一包 作为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证据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刘少奇搞三字一包的时候 也是打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旗号 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央上层的事 大家以为三字一包是中央下来的文件 那应该就是毛泽东的主张了 根本想不到毛泽东居然是反对三字一包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 毛泽东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撇清自己与三字一包的关系 姚文言批判吴涵凭海瑞罢官 非常牵强附会地把戏剧中的海瑞 跟三字一包联系到一起 因此有人批评姚文言这么做 是扣帽子打棍子的文匹行为 其实姚文言这么写的目的 就是来自毛泽东的授意 是为给毛泽东树立一个反对三字一包的形象 当时的一般民众 看到的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 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居然有矛盾 所以这次毛泽东要捅破党中央团结一致的假面纱 把他跟刘少奇本来只限于中央高层的争论 公开告诉一般民众 这样毛泽东才能得到一般民众的支持拥护 但是中共党的宣传机器已经被刘少奇控制 毛泽东想通过党的机构 用自上而下的办法来宣传自己的主张 已经行不通了 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另辟蹊径 搞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来宣传自己的主张 这次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平海瑞罢官 就是一个自下而上来宣传毛泽东主张的办法 杨文元在平海瑞罢官中这样说 1961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 翻案风 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 要求恢复个体经济 要求退田 这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 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 这在以前的中国报刊中 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样一件事 有牛鬼蛇神刮过单干风和翻案风 这是一般民众第一次从杨文元的文章中 才知道这件事 人们看了之后自然会猜想 文章中说的牛鬼蛇神具体是指谁呢 不管这个牛鬼蛇神是谁 他肯定是一个中央级的大人物 因为只有大人物才可能刮起什么风来 杨文元的文章 就这样间接地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分歧 巧妙地暴露给了一般民众 毛泽东抛出这篇凭海瑞罢关 本想挑起一场姚文元与吴涵的公开大辩论 在这场公开辩论中 把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出来 毛泽东本来以为吴涵是个有身份的人 是中国史学界的泰斗人物 他这种人在遭到姚文元这样的小人物指名道上骂上门的情况下 应该是忍不住这口窝囊器 要跳出来与姚文元辩论一番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这次吴涵偏偏忍住了窝囊器 闭门不出 不跟姚文元辩论 毛泽东猜不出 是吴涵自己主动不辩论 他是得到高人指点之后不辩论 但不管怎么说 吴涵忍住气不辩论 就让毛泽东精心制定的计划全部泡汤了 所以毛泽东在内参上看到吴涵说 他不准备写文章跟姚文元辩论 看了之后 毛泽东在旁边批语说 我都已看过 一夜无眠 这就是说 吴涵忍住气不辩论 彻底打破了毛泽东最初的战略部署 试图通过中共全党大会合法推翻刘少奇的计策 已经行不通了 必须要重新制定打倒刘少奇的策略办法 11月17号 毛泽东心情沉重的来到上海 他并没有召见在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 毛泽东知道 此时他还不能直接出面参与这件事 他还要等事态的发展 当然毛泽东还是要安抚张春桥与姚文元 他对江青说 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 让他们不要害怕 其实这时候张春桥和姚文元还真的有一些害怕了 毛泽东传来让他们不要害怕的安抚 如同雪中送炭让两个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这次毛泽东来上海明显感到上海的气氛与过去不一样 这是因为1965年4月9号 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 上海第一书记 柯庆世去世 柯庆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华东局第一书记 南京军区第一政委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上海市市长 柯庆世的死对于毛泽东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党中央为柯庆世组成了最高规格的智商委员会 这是中共第三次组成这么高规格的智商委员会 第一次是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 第二次是1963年12月罗荣环去世 柯庆世逝世后 陈匹显接任上海第一书记 陈匹显对毛泽东的忠诚度 那就比柯庆世差多了 本来江青安排张春桥和姚文言秘密写平海瑞罢关 由柯庆世帮助掩护 柯庆世死后 这件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陈匹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柯庆世死后 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 张春桥和姚文言也不好越过我 天天躲在密实写文章 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言 不得已 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言 这是江青秘密写作批海瑞罢关的事情 也不能再瞒着陈匹显了 江青向陈匹显亮出了底牌 陈匹显在胡一路写道 江青说 柯庆世对此事很支持 希望我也能支持他 并要我对任何人都保密 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人知道 江青告诉我 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 已经同意了 陈匹显听江青这么说 马上明白自己陷入两位主席 毛主席和刘主席斗争的漩涡之中了 陈匹显看完江青给他的姚文言 凭海瑞罢关草稿 不由道吸一口凉气 陈匹显回忆说 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江青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关的事要保密 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 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 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 著名史学家 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 这不仅会影响到两世关系 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陈匹显出于他的地位和党的纪律 很多事情在回忆录中不能讲得太明白 陈匹显所说的 我感到这不正常 不符合组织原则 显然婉言的批评 毛泽东要瞒着北京刘兆齐的党中央 是不正常的不符合组织原则 可见陈匹显心里已经不想站队支持毛泽东了 但是江青跟陈匹显交了毛泽东的底 等于是逼陈匹显站队支持毛泽东 这就让陈匹显伤脑筋了 如果陈匹显帮毛泽东瞒着刘兆齐 那就要得罪刘兆齐了 这是他非常不愿意做的事 1965年9月 陈匹显和华东局书记魏文博 到北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抗美圆月的问题 临行前 张春桥把平海瑞罢官的稿子交给陈匹显 请他到北京转交给江青 张春桥是陈匹显的部下 他并没有资格让陈匹显替自己办事 显然是北京的江青发话 让陈匹显顺便把稿子带给他的 江青这一手颇为厉害 其实是毛泽东背后给他出的主意 等于是逼陈匹显入伙了 因为一旦陈匹显与这件事情 有牵连的消息传出去 刘少奇就会不信任陈匹显了 陈匹显再想投靠刘少奇也不行了 这时候陈匹显感到 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再拖下去的话 他就要被绑上毛泽东的战车了 陈匹显到北京 把稿子交给江青后 与魏文博悄悄商议 陈匹显回忆说 我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博 他也认为此事不妥 应该向党中央领导报告 我们议论了一番 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或陈老总 汇报此事 江青明确对陈匹显说过 要求他在这件事上对任何人都保密 可是陈匹显此时却要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汇报 显然是背叛江青 更是背叛毛泽东的行为 不过陈匹显准备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汇报 还是很艺术的 如果陈匹显直接向周恩来密报 就要彻底激怒毛泽东 这也是陈匹显所不愿看到的 而向第三者的周恩来报告 再由周恩来去转告刘少奇 那么就不会那么激怒毛泽东了 这里小结一下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第一 毛泽东试图在1966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 通过全党大会的合法斗争 打倒刘少奇 第二 毛泽东要先营造舆论 给批判刘少奇图上正当性 第三 乌韩偏偏忍住了窝囊气 闭门不出 不跟姚文言辩论 第四 乌韩不辩论 打破了毛泽东最初的战略部署 只好放弃通过全党大会 打倒刘少奇的计划 第五 科兴师逝世后 新的上海市委书记陈匹显 不是毛泽东的亲信 第六 江青要拉陈匹显入伙 要把陈匹显绑上毛泽东的战车 第七 陈匹显准备借进京开会的机会 悄悄向周恩来汇报情况 好 这一集节目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